Lio聊世紀 天天的無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AN戰隊對上GL戰隊 最終之戰 這個比賽是AN戰隊解散之後 舉辦的間別之戰 這個金額雖然不大 但我想必應該是對兩方的頂尖選手 都有一個難忘的最後的一個體驗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 兩邊選擇文明 這邊是看到橘色 HERA選擇的是蒙古人 結果HERA到這邊並不是屬於AN的 畢竟都已經跟GL簽約了 雖然是GL跟AN之戰 但HERA還是在GL這邊的 HERA這邊是選擇蒙古 蒙古的話在團戰來說表現非常不錯 而且蒙古突擊、大衝車跟重頭 殺傷力都非常十足 以節奏來說的話 蒙古人需要更多的前期COVER 也要帶一些節奏才會打得強 那很有可能內加的部分 他會先轉草原騎兵 還有這個肉馬 作為前期壓制 到帝王世代後期才會看情況 去轉出蒙古突擊 好 先來介紹一下GL的隊友 那這邊是DOT選擇了喬治亞 那喬治亞在團戰表現是比較微妙一點的 因為打法來說呢 一定要到城堡時代打出莫拉斯帕 才可以打出比較好的節奏來 那初一般騎士來說會有量產上的問題 而且還要蓋動城堡 節奏上來說並不是這麼的優勢 當然初一般騎士也是可以 但是就沒有任何的特色在 很容易被對方的一些騎兵加成給打回去 那喬治亞人呢 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騎兵跟步兵 後期的話 只能打這個塔弓佩拉斯帕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立陶宛 那立陶宛人 Viper這邊也選了一個騎兵果 哇靠 這是怎樣 沒有人要選公兵果是不是 好 那立陶宛人的最大的特色 是他沒減一個生物會加一點傷害 到了後期可以加4點 後期的遊俠傷害可以高達20點傷害 類提示也可以無視敵方的裝甲 那道特跟viper都選擇了一個特殊寶兵單位 都是要到城堡賽才會搶的文明 那立陶宛這個文明 比喬治亞還好一點點 還可以出一般騎士 也可以吃到這個聖物加成 所以喬治亞這邊玩起來會更有限自在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塔套這裡 塔套這邊是達洛P圖 那達洛P圖人最大的特色是 三級時代時會獲得200木頭 這個效果讓他在打團戰時 可以讓他多蓋幾個射箭場 或是上城堡時代手 立刻補下大雪 彈道雪 瞬間點出來 殺長擊是非常十足的 那接下來介紹一下 AN戰隊的 這個是天才少年 應該是天才少年 名字有點太久沒看到他了 先來介紹文明是選擇了馬來人 馬來人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團戰時 他的升級速度很快的關係 往往可以打出一些升級上的優勢 例如馬來的封建時代 轉城堡時代奴兵變身 再轉這個樹地強弩 馬來人這一套打法是非常可怕的 然後這個節奏帶起來 這個強弩一成型 連馬國都很難扛得住 那一家的文明是選擇了法蘭克 法蘭克我們就不多做說明了 就是騎士的血量特別多 然後前面的經濟節奏相當好 團戰來說是一個很穩定的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尼可夫 這邊是選擇了波斯 波斯這名的騎兵 並不是這麼的有節奏感 因為他的村民製造很快 經濟上來說會比較有優勢 但是打拔單成一般騎兵國來看的話 是沒有問題的 波斯人中型還是只能打一般騎士 不會像什麼伯恩帝人 或是其他的騎兵國 或是其他加成 這是一般騎兵國的能力而已 你只要到地龍世代才有這個薩瓦爾 可以轉型 才會有特殊的能力在 接下來看到MBL這裡 MBL這裡瑪雅人最大的特色是 工兵當位非常便宜 在打團戰的時候 往往可以爆出更多的工兵 給對方更大的壓力在 這張地圖其實是有點像阿拉伯的 但中間有這個魚尺可以去捕魚 所以這邊就通常都是內夾去捕魚 不會是外夾去 因為外夾去捕魚的話 肉類會非常吃緊 而且很難下這個射箭場 不太容易讓自己的工兵當位成型 這邊看到蒙古是補下了雙射箭場 蒙古前期遇到瑪雅 很容易會有這個 弓箭手數量上劣勢的問題 但是蒙古人 HERA這邊擁有這個 前期吃野味速度很快的一個效果 所以他這個時候已經 早就升到封箭時代 兩個射箭場已經在纏弓箭手了 反倒是MBL這裡有點尷尬了 這個上時代稍微慢了一些些 雖然說MBL上時代稍微慢了 但他也不是真的慢了 是蒙古真的太快了 這蒙古這個文明真的快了 好那這邊是兩個射箭場 馬上補完之後 待會要趕快按這個弓箭手 那這邊要來看一下雙方支援 兩邊的支援量 瑪雅人 MBL這邊支援量是稍微少一點點 黃金只有219 木材39 好 橘色四隻攻擊手過來了 好 Hera這邊攻擊手壓制 MBL MBL後方 還有這個自己隊友在後方 好現在來看一下兩邊的打鬥狀況如何 現在達魯T圖人已經下了雙射箭場 封兵也在慢慢出 稍微圍了一下補了一根箭塔 好兩邊攻兵短兵相見 但是Hera已經看到對手 哇攻兵已經6隻了 後面還有一隻嗎 5隻而已 裡面在同攻箭手 好那那一家的DOT 是先在中間捕魚 出了一艘火戰船 火戰船的部分就去開打 然後我家裡的部分 開始殘血肉馬過來支援了 三隻肉馬了 好尼可夫 內加波斯 肉馬這裡越安越多 好那另一家的法蘭克 法蘭克這邊肉馬已經開始聚集了 好外加馬來的攻兵 也到了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Ryper的伐木區 居然是把伐木區建在前方 而不是後方 Ryper是相當大膽 打個馬舟 正在逼退對手 但是沒有發現 左邊已經遛了工兵來 這四隻工兵可以做到點大事 第一村應該是可以拿下來 好一村拿下 第二村也沒問題 第三隻村民有機會拿得到嗎 好殘血的村民 要小心沒有往後拉 哇最終是死掉了三隻村民 但是自己的工具手全部送掉 但四隻工兵換三隻村民 已經是不虧了 好NBL喔 現在瑪雅被蒙古的工兵給壓制住 果然是世界冠軍的理解 通常蒙古人 很難壓制得住瑪雅人 因為瑪雅人這個工兵價格實在太便宜了 但是現在凡是蒙古壓制瑪雅 用這個吃野味高速效果趕快升上去 好那這邊海戰友繼續再出火戰船 旁邊那一家火戰船都愛出 這邊波斯 稍微抓到了HERA的村民 好這邊稍微繞一下 NBL喔 這裡不敢下這個高地 這個高地一下去可能會打輸 還是要直接往內加衝 好 瑪雅這邊看起來已經開始往前推了 這裡落馬數量是9隻打9隻 兩邊都會在前期喔 盡可能的暴兵喔 讓對手也要跟著暴兵 沒有辦法盡可能的開農 那這邊前期最重要就是 兩邊誰可以拿到高地優勢 然後細節打得更好 那在團戰兩邊短兵相見時 工兵一定要先優先解決 如果你是玩工兵國的話 也要優先射擊對方的弓箭會比較好 不要太專注於打對方的騎兵 因為對方的騎兵雖然攻擊速度快 但是如果有一段距離的話 射不到是很尷尬的 但是只要自己的弓箭數量少 就少了輸出就會很嚴重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一定要跟對方的弓箭對射 唉唷 這邊吃到一隻 哈哈 哈特這邊是法蘭克人 點下了城堡時代 城堡時代已經補了 後方這裡補了一個亮望塔 亮望塔不在這個位置 稍微守一下 當然是死掉了一村 這裡的弓箭手 塔套打到了一些村民很不錯 這張地圖正是當阿拉伯在打 OK 但中間的海戰兩邊也是在開打當中 好 這裡加力稍微巡弱一下 後面這座弓兵 Hera走到兩者之間 要小心被包夾喔 還好道塔的弱馬一直在這附近 好 這時候MBL 演下第三個射箭場 三射箭場出弓兵 好 MBL 這裡要小心喔 好 如果射箭場這時候再補 很有可能時代會落後非常多 好 MBL 這邊似乎只有三百肉 好 黃金只有四次 好 三射箭場出的話 瑪雅是沒有問題的 出弓兵 好 後方這邊 要小心 弓兵要直接走過去 塔套直接走到了波斯加 好 現在右邊好像更有優勢一點 那現在GEO戰隊呢 聰明書是暫時領先了 一百五三尊 對上一百四十九 兩邊都在等城堡時代的變身 好 Hera 跟隊友的塔套 攻併已經在一起了 Viper還有塔套 現在四家的兵力 全部都在這裡 全世界都在這 那接下來 兩邊都是在等一個變身 時間 那如果可以秒殺一家的話 就會很好 畢竟現在四家都在一起 好 這邊撐寶時代還有五十秒 好 到達這邊升級 已經升上去 新奇兵可以考慮點一下 好 先點了一攻 直接轉騎士 新奇兵不打算投資 好 當然騎士已經出來了 好 白河這邊十二隻的肉馬 有沒有能抓到呢 唉呦 白河這邊的肉馬給的壓力好大 怎麼那麼多啊 但是兩邊都一直沒有在交戰的意思 好 那現在 馬來這裡 公兵沒有往這裡聚集喔 應該是在家裡囤公兵嗎 哇 在家裡公兵沒有打算要過來 看來是不是想要打算秒殺 好 這裡 波斯的肉馬開始往前 想要擊殺掉 Hera的公兵 被兩家馬國 法蘭克 跟波斯的肉馬 都被追殺當中 那這一波是一轟而散 大家瞬間繞幹 那剩下塔套的一些公兵在這裡 升到的奴兵 這個奴兵有機會 抓到一點大事喔 好 先來看一下這邊 這邊兩邊沒有要開戰 好 下面公兵看到 哇 這個聘燈好即死啊 好 阻止對方蓋城的東西 這邊也是稍微干擾到了 哇 這就是世界最頂尖的團戰啊 打的都是特別小心啊 如果是一般的天地的話 早就已經打到頭破血了喔 兩邊一直瘋狂交換 然後就有投降 哈哈 奉劍打到投降 是 新手場很容易看到的事情 好 這邊塔套這邊 攻擊數量來到24隻 哇 非常多 那有沒有補大學呢 有 大學 然後彈道學應該是馬上補下了 那現在塔套有沒有這個升級的優勢在啊 這個打落皮土的木頭就是多啊 現在有彈道學的話 還有這個準度優勢 這一波MIPER想要來包夾一下 可能會上 好 這一波要上了 勾馬上前 但是公兵這裡閃射打得很開心 好 這裡勾打第一打下公兵 公兵雖然還是很多 一波一直拉打 塔套這邊分兩隊 一隊往前一隊往後追著打 我們繼續往前 肉馬剩下三隻 好 最後的公兵好像沒了 八隻公兵想要回頭再換個幾隻 畢竟這裡逃是逃不掉了 OK 全部公兵收乾 塔套這邊還是拿到了公兵數量的優勢 那那家的HOT 法克人的騎兵正在路上 到路途中才發現前方的隊友已經損失殆盡 好 或反而HERA的奴兵也過來了 這裡喬治亞 騎士也出了一些 NBL喔 這邊公兵已經過來要來幫忙隊友 看這個鐵一直被點啊 哇 瘋狂點掉一堆農田 算了好幾百木 好 現在內家的波斯有點被壓制住了 波斯要想點辦法 你可能這邊有沒有 好的想法呢 轉個投石車之類的 但轉投石車的話 自己的農鐵或是騎士數量會明顯變少 這邊還是要等一波騎士過來 好 還是要上了 要上了吧 HERA這邊公兵數量打輸囉 MBL攻兵數量有夠多 哇 多了一倍 好 這一波可以往前 MBL用著自己的攻堅數量壓制 好 攻兵一樣分兩隊 一隊在後面射 一隊往前 開始 好 這裡繼續輸出 MBL 打贏了HERA這一坨攻兵 好 那內家的DOT現在有點尷尬 哇 結果MBL加里 直接被法蘭克馬爆一波 現在村民數稍微下降了一點點 51吋 52吋 村民數稍微有點危險 而且現在騎士數量 也打不太以法蘭克這一波的集結啊 這一波其實可以繼續打 但是法蘭克沒有打算要打騎士 畢竟他的目的是騷擾 不是跟對方決戰 OK 那馬來雖然損失了一坨攻兵 但第二坨攻兵也出來了 現在紅色的攻兵已經來到了法蘭克家裡 WP2攻兵再次來到了內家 因為他知道對方騎士都在VIPER家 VIPER這邊趕快夾住反擊 勝率按了幾隻 VIPER有些騎士在護駕這一坨攻兵 好 看一下這裡的狀況 這裡VIPER HERA跟MBL 兩邊又再大打出手了 現在MBL又把自己的攻兵往前帶 現在MBL的攻兵數量來到38隻 這就是瑪雅之力啊 那這個階段來說的話 應該可以出到四個射箭槽 去瘋狂量產奴兵的數量 但是相對來說的話 TC是很難開下去的 所以MBL現在是單TC打HERA雙TC 加他雙TC農上去 搭回MBL 沒有利用這坨攻兵 去打出更多優勢來 會很危險 那目前看起來MBL的想法 是想要直接單TC速帝王 轉這個強奴巨頭 好 那WP2這裡是雙TC農 然後攻兵再次走到了內家的尼可夫 或是這裡被抓掉的幾隻村民 這隻攻兵過來有點麻煩 哇 這幾川盆還被抓掉很多 後面法蘭克趕快上前幫忙啊 微一下 OK 關本獸 NICE 法蘭克這一波卡位卡得很好 這頭攻兵是跑不掉了 好 但是這個騎士數量 真的是有夠多啊 OK 後面把這頭攻兵解決掉了 好 換MBL這邊主鬥進攻 還有啊 受不了 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投石車要來開始防守反擊了 那目前看起來 GRL戰隊有巨大的優勢 川民術領先 N戰隊的川民術稍微落後 大約20村喔 OK 那Ryper的右方的部分 也是在對打當中 最後在一個小巧打鬥 那正面這裡 NBL的弓箭手數量 也全部一次放了出來 想要打一個決戰 後面投石車要拍下去了 哇 直接拍到村民 這裡這根劍塔有機會嗎 再拍一下 村民全倒 變成道德塔 哎呀 97.56% 結果 HERA這個投石車拯救世界 NBL這一波反而是打一個臘場 可是後方的尼可夫也很努力 趕快把自己的經濟拼起來 來出騎士 剛剛村民被騷擾 村民術只有87村 那現在到頭有93村了 村民術非常的優勢 這裡騎士要趕快繼續補 好 那騎士現在是正常的120 然後二防一攻 好 看一下右邊 右邊看來也要大打出手了 現在尼可夫 在左側 這裡是HART 配上馬來德 好 法蘭克跟馬來 強奴 好 那紅色 這邊WP2管是打一個速帝王 VIPER這邊也是速帝王 兩邊都是速帝王 哇 這VIPER也速的蠻早的 33分鐘 邊打邊打 就打到帝王時代了 好 NBL前線的攻城區招手 可能要打掉了 這兩個人偷出來拍一下 NICE NBL 這一波投石車已經賺了 好 擊殺這麼多工兵 這個投石車能再換一台的話 就真爛 但還好 OK 今天這兩台投石車 必定是要被打出來的 這出來之前 還投掉了一坨工兵 OK WP圖 一上帝王時代 趕快點一下強奴 哇 這一波有點硬上的樣子 阿 法蘭克死了一些騎兵 這個劍塔燒了起來 強奴已經升級好 待會三級射 也要趕快馬上補下了 好 正面馬來人 點下了一根城堡 小王來防守正面 這應該是蓋子起來 畢竟自己還有大軍守著 好 而且後面左邊還有法蘭克人騎士 蓄勢待發 現在要繞過這根寶 才能進攻喔 對他來說是稍微有點尷尬的 法蘭克人 稍微保護一下 那歐克這裡要趕快去升級 四級的重裝騎士 待會要來繼續拿更多生物喔 好 看一下這邊生物有幾個 現在是兩個生物加二 第三個生物也慢慢搬回來囉 這一波騎士進去 可能會讓哈特頭破血囉 家裡騎士兵不多 躲在外面 趕快回救一下 好 左邊這裡有一坨騎士 衝不過來 MBL加上波斯的兩邊 兵力 聚集在HERA家 HERA被迫蓋利根堡 蓋在這高地 這根堡應該是能蓋起來 OK 道特也轉了 莫娜斯帕 中午到了地中時代 也可以轉出特色兵力了 好 那現在騎士數量夠多喔 莫娜斯帕的數量 這個傷害就會很高喔 現在是每七隻加一點傷害 12加3 OK 牌粉這邊重裝騎士 到處亂竄 攻擊力12加4啊 好 牆粉也走到了這 但是這裡 馬來也升到了帝王時代 牆粉對射 好 這一波走進來 或是家裡有點難受 因為帝王時代 好 一分半 現在是以騎士的狀態 打重裝騎士 好 這裡也是一個馬爆 道特直接衝爆了尼可夫 尼可夫家裡經濟也是爆開 那家裡這坨兵好像已經解掉了是不是 沒有 在這裡 對頭兵力在 赫瓦家門口 道特這裡 死了非常多的騎兵 莫娜斯帕直接被射爆 尷尬 尼可夫這邊自己回救 但是NBL沒有辦法救到隊友 攻擊力的機動性就是這麼的差 但躺到這一波的強弩 已經走到了城鎮中心 到處抓掉一堆騎士 哇 感覺哈特是沒呼吸了 白粉特這邊騎士 也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這裡直接一個馬爆 馬來 直接全部被迫收村 但是前方的正面強弩部隊 還沒有被解掉 他的後方井井已經一片狼藉了 哇 這一坨騎士 要是在抓到這個金 他真的是 沒呼吸了 他到這裡的強弩也是 到處空位啊 好 這時候 AM戰隊打出了G級 我們恭喜巨龍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第一把 巨龍戰隊跟AM戰隊 就打得這麼生活樂 這個就是世界上最頂尖的團戰 打得十分精彩 我們來看一下軍紀的部分 那軍紀的部分 是由這個大特拿到資源上的勝利 所以我才一直在說 大特比起走的這種開稿路線 他打的軍紀流是真的很可怕 這個團戰 經紀拿第一 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喬治亞人本身來說 前期的加成不多 城堡師在開始才有明顯的加成 還可以拿到經紀第一 有一大部分應該是 捕魚的優勢 那捕魚的優勢其實也不多 所以道德玩開農路線 還是更適合他的感覺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如果差不多到這裡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